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宇益州的北部山里面 结果晚上去 出去买那个牛奶 在那个很小的铺子里 那都是小汤里头 那小汤里也就万八千人 就那么小汤 结果进去买东西的时候碰上三个中国人 年轻的小伙子 三个小伙子 我刚一进去他就说 哎呦 这不是涛哥吗 我个人就比较懵了 那地方没人 没有 根本就没中国人 都是北部地区 的山里面 然后那 那咱也说不了什么呢 因为朋友能认出你 我说能在这地方见上 人家有人家的理由啦 咱也没问为什么到那地方去了 他们就开玩笑 然后说涛哥出来了 显然就是今天就没节目了 这个今晚上我看什么呀 大家就这么说两句话 我个人去 其实就想买了一桶牛奶 我个人却蛮 蛮感触的 就是不知道了 可能是确实看我的 看我节目的朋友太多了 因为这种激励 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那个山里头很没有人的 那地方 就集中的一个小趟 你可以对比一下价钱 那地方一个房子 三五万块钱就买一个房子 你到纽约你看多少钱 所以那么偏僻的地方 我只是一种感触了 那与此同时回来之后 一大早上我看这个奥运会 奥运会的游泳 应该基本就结束了 那在我外出的时候呢 孙杨一千五百米 亡就给亡了 这个是让我也挺吃惊的 网上有评论 后来我注意到BBC 在相关报道当中 大概连续两三天 这篇文章都居于榜首 想来大家对此事讨论很多 我记得在孙杨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吧跟大家探讨的时候 我曾经提到一个说法 孙杨今年是本命年24岁 那本命年 中国人很讲究 要系红裤腰带 我曾经开玩笑 我说就不知道 孙杨穿门穿红裤头 得辟邪啊 那他说一千米一千五百米欲塞 就歇菜了 从八百米处 他就感觉浑身无力 那就没了 那在评论当中 在西方的评论当中 有人就提到 那正是因为触及到吃药的问题 那我们就很难说 孙杨是怎么回事 那孙杨自己讲 国内也讲 他是感冒了 当年的李灵卫也是感冒了 嘿嘿 就这么回事 我觉得就是说 做人不实在 一定害自己 BBC有篇报道文章 听不这么说 北京扰乱了江泽民粉丝的祝寿会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说过 有多少朋友曾经要参与 但是能被英国媒体直接当成新闻报道 那现在这篇文章 居于这个中文BBC网络的榜首 那就可想而知这是个事 这是一个轰动的事 那金融时报讲 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被视为威胁 当局担心维权律师和公运人士等公民社会团体 将利用江泽民90岁的生日 进行潜在的颠覆活动 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种比较 非常有趣的比较 但是又非常 在我的眼睛里是一种 对现在主政的人 都是完全可以完全要小心的事情 从来维权人士 跟江泽民的权利没有这么直接挂钩过 那就变成了他们是一体的 对吧 胡佳 陈光诚 郭飞雄 高之胜 从十年前 十二年前 十三年前 二零零三零四零五开始 真正的维权活动 我们看到了一直走到今天 而那年那些年代的维权活动 和逐渐出来的更多的维权律师 直接对抗的 是以周永康为中心的 政法委体系 而周永康是江泽民的马仔 那从来这都是死磕 从来这都是对立的 结果在今天的金融时报当中 却把它跟江泽民化成一体的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和诡异的报道 但它表现出来的现象是什么 今天现在的被镇压的709的维权律师 和所有代表的这些维权人士 再加上今天包括联云港这样的社会的行动 社会的动作 它对抗的都会集中在你今天主政人的身上 无论是不是你下了手 有朋友说你为什么老加这句话 江泽民是习近平的威胁 两个党中央这就成为事实 当两个党中央成为事实的时候 下面的官员 省部级以下的官员 一定隶属于两个党中央 或者是白天归这个 晚上归那个 或者是今天上午听他的 明天今天下午听他的 或者是我谁都不得罪 你谁让我干什么活我都干 你说拿手心抽他嘴巴 我立刻抽 然后你说让我给他跪下道歉 我立刻道歉 我就是一个苟且偷生的 很多的官都是这样 所以你不能一笔话 不能这么去说 但人家说了 包括英国的金融时报 都可以这么说了 那就是今天主政者 与江泽民之间对垒的关系 只能出结果 游戏 在玛业的地方 接下来 再来 文章讲得很直接 虽然星期三满90岁的江泽民身体虚弱 却被现任领导人习近平视为在有政治上的威胁 这就完全跟原来说法不同了 对不对 131415到了16消失了 提江泽民卖命的在海外的所谓两个中共的媒体 包括一些香港媒体 包括一些在美国的所谓的中文媒体 大篇幅的要把江泽民跟习近平放在一起 对吧 习近平对曾庆红得感恩 当初没有曾庆红 就没有习近平的今天 这话对不对 对 但当时是曾庆红利用习近平来保住他自己 然后再杀了他 这段不说了 只说前一段 多少东西在说呀 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讲 那作为金融时报直接描绘 江泽民跟习近平之间是死磕的关系 而在我们的节目中 我们从2012年一直走到今天 对吧 就这么回事 没什么可讲 习近平在第二个任期之前 正在准备明年晚些时候大规模调整高级官员 这是画引号的说法 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说 明年2017年是中共十九大 他的意思是说 在十九大之前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整高级官员 不就变天了 对吧 因为这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我没有看到他细节报道 那BBC只是把他主要的梗概拿出来 也就是说 如果按照我的讲法 2016年年初中纪委六中全会 他下来的目标和指标根本就还没做 现在可能要出结果 只是没出来 北戴河会议敲目声的结束 据说是8月10号结束的 11号结束的 到现在没有流露出任何说法 只是余振生跟李源潮 在北京见了客人 而李余振生是七个常委中 罪犯金油的 而李源潮不是常委 是个国家副主席 而在这个过去的时间里 一直表明 一直被人家攻击说 他要死了 要死了 要出事了 下一个被斩杀的是李源潮 我的节目当中说了 李源潮自己有没有毛病 是否被斩杀 在我的眼睛里 根本不重要 因为李源潮的国家副主席 在今天中共权力肩架结构中 就是个帽子 随时可以扔掉 随时又可以戴上 根本不是有任何脚跟的 分量的人物 所以他死跟他不死 一点用都没有 死也好 不死也好 斩杀也好 贪腐也好 都是障眼法 真正的绝杀 江泽民跟习近平之间 所以文章讲 除此之外 本次打压的原因 也是为了压制人们 对更为开明的 上个世纪 90年代的怀念 这句话是最要命 对不对 我说的意思就是 今天习近平面对的 在他夺取中共党的权力的过程中 他成为总书记 但没有权力 跟胡锦涛一样 所以他在后来的时间里 在夺取权力 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 封杀掉这些人 出现了现今的场面 对不对 那作为曾庆红 遗留下来的这些 整个中共官场的体系 以一致一 对吧 你习近平王岐山打的是官 好我没下来的官 我知道你要打我 我打的是民 大家听懂了 这就叫以一致一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敌手的话 顺风顺水的话 那东西能是 这个江文眼睛里 变天漫天的大雪吗 不用的 对不对 自个儿简便就得了 文章讲说 中国一些自称江泽民粉丝的哈斯曼 很希望为他举办生日庆祝 却遭到警方的阻止 所以这些所谓的哈斯曼的 背后真正的政治势力 是画引号的 有些不一定 有些可能就是玩他耍他 因为大家就公认一点 江泽民不是个好东西 甭管什么样的人都公认这一点 这个是大家认可的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这就是外界条件和内部的条件 凑齐在一起 过完丽丘了 你要说这时候 那哈姆汤是大补的 大家补补也正常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